988新闻线 晚上7点30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Denise 我们988新闻线准时上线 而且今天是5月16号教室节住 老师们教室节快乐 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主线吧 古镜少女受到网民的鼓励自杀死 MCMC可能会以修法来管制互联网 要顾感受啊 律师就促请华人 不要在有族面前说华语和方言 引起热议 头等商务仓的座位 离境税可能会更高 那希望基金会用来还一码债务 现有措施让PTPTN 未来会负债千亿令吉啊 所以他们开始征收民意 可能会重新启动黑名单 好久不见的黑名单 你要见他嘛 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 就阐明说如果人民想要的话 他们就会考虑重新落实这个出国黑名单政策 不过高等教育局的主席旺塞夫说 现在还是处在收集民意的意见 之后他们会把这些意见呢 提成给教育部和内阁做最后的决定 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的副首席执行员马斯杜拉 他就说基于将欠贷的人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出国 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不变 所以该局也是有收到好几项的新的建议 包括说禁止这些长期欠钱的人更新护照啊 更新驾照啊 更新商业执照啊 也有列出了十项收集到的建议 就是要鼓励或者是强制借贷者还钱的 当中包括了有月入2000令吉以下 或者是4000令吉以下的借贷者呢 他们可以延后偿还贷款 或者是强制扣薪落实担保人机制 还有取消啊 就是那个你拿到一等文凭的学生啊 可以豁免偿还的机制 或者是需要还一半的贷款等等 还有就是对新借贷的人呢 增加目前1%的利率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建议来的 对建议 那说到PTPN主席望塞夫呢 他也是有提出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还蛮可怕的 他说当局最近做了研究 就发现了一些信息让他很惊讶 也让我们很惊讶 尤其是高达70%的PTPN借贷人士的月收入 其实没有达到4000令吉 这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兑现承诺 让这些没有达到4000令吉的借贷者 延迟还贷款的话呢 未来的这个20年 就是将导致PTPN在2040年的时候 负债超过1000亿令吉 是很大的数目 而且我没想到 因为现在好像4000令吉以下 月收入可以暂时不用还嘛 是 就说有很多人是不用还的 对 70%的人不用还 旺塞夫说这不只是会影响高等教育金金局啊 最终还会增加人民 纳税人还有政府的负担 所以他希望民众你在做这个咨询文件那边啊 你就网络上看这个咨询文件那边呢 先了解掌握真实的数据 然后你再提出合理和有建设性的建议 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啊 不了解实际情况提出情绪化的诉求 当你说到要出国还是要先还贷款比较好呢 很多人可能会选先出国 毕竟不知道说PTPN现在我们就是在想 它会不会悠转回来重新落实这个出国的黑名单政策 大家其实都还蛮欢迎这个政策的啊 可是呢你要出国的话 被征税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政府之前呢在国会通过了这个离境税法案嘛 宣布说去到东盟国家的乘客呢 是会征收20令吉的离境税 而且往东盟以外国家的乘客 就会征收40令吉的离境税 不过之前提成的这个法案说了 授权部长来自行决定离境的这个税额 而新中日报就有打听到新的消息就有说 财政部目前呢是在探讨着 要调整征收离境税的机制 怎么样去探讨这个机制呢 是按照你坐飞机里面的座位 哦就比如说你坐头等舱和三户舱 还有经济舱是不同收费的 这个税收哦 头等和商户舱会更贵 经济舱就相对的便宜一点 那决定说坐头等舱 还有商户舱的飞机 你要去到东盟以外的国家的这个离境税呢 可能会从原本的40令吉 增加到150令吉哦 就是说越有钱 你要给的税就越多了 但是目前还是不确定这个税额啦 只是一个建议 也还没有带到那个去讨论的 当你说到这个大乘飞机要给额外的钱啊 所以平时呢最好是顾好自己的钱包 包括说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不要违规 不然呢你中三万呢 钱又费了 交通部副部长卡巴鲁丁 他就说南北大道公司呢 将会出资来增设11个自动安全醒觉系统 就是AWAS 希望可以降低车路上的车货率 他就说到这11个AWAS的初步费用呢 是300万令吉 可是不是一次性的费用 接下来呢 当局还需要进行一些测试 确保说所安装的这些系统呢 可以操作无误 不过呢 所有的费用大家也不用担心 就是以后的维修费呢 都是会由南北大道公司来承担 也就是说你可以松一口气 不是政府来出钱 因为政府之前不是一直说吗 没有钱啊 没有钱啊 所以还记得去年西盟上台之后 他不是推出一个希望基金 那时候就向全国的人民募款 要救国 那这笔钱会怎么用呢 今天我们有一个答案了 财政部长林冠英告诉大家 政府会动用筹到的 2亿多令吉的希望基金款项 来偿还今年到期的部分 一马公司债务哦 他有说其实截至今年1月14号 这个希望基金的账户 那时候就结束征收 就收这些捐款嘛 然后政府是筹得2亿271万令吉 然后这笔钱 他们是有存到银行的定期 户口那边 现在呢 不错啊 就有利息哦 57万多 所以总数加起来就是2亿329万令吉 那这笔钱呢 在4月24号 希望基金信托委员会呢 就决定要动用全部的这些款项呢 去偿还2019年到期的一马债务 也就是说这笔钱都会去还债了 那就了解呢 今年到期的一马债务 是高达17亿令吉的 林冠英他就说 虽然希望基金不能够偿还一马公司所有的510亿令吉的债务 可是呢 那是马来西亚人忠诚还有爱国主义的一个象征 这几天哦 我们又看到股汇不是大动荡吗 除了因为外国的因素 还因为市场 在等着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GDP的这个数据 今天国家银行就正式宣布了 马来西亚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获得4.5%的增长 这个比起去年第一季的时候 同期啊 那时候是5.4% 逊色太多了 那当中呢 农业领域今年表现最好 今年头的时候这个产量反弹 就包括了油棕的收益提升了 也给国家的经济增长 提供助力 这刚才有说嘛 其实除了农业 这个GDP里头有五大领域哦 农业之外 其他包括服务业 制造业 建筑业和矿业 都是萎缩的 对 那说到这件事情 国行呢 也是有维持原有的4.3%到4.8% 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而在私人领域的需求呢 也将会成为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国行总裁诺山霞 他有强调说 这个预测呢 其实是已经考量了中美贸易战呢 还有其他外在的环境影响的 那看到说马来西亚经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大家就会担心 尤其是公务员 因为开灾节要到了 那会不会拿不到花红呢 首相马拉迪今天早上呢 他就有保证说 很快就会有花红的了 结果下午就有了一个好消息 因为首相办公室就宣布说 配合开灾节的到来 全国大约150万名 56节或以下的公务员呢 可以获得45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而大约80万名的退休公务员 也可以获得225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这笔钱会在5月24号发出的啦 所以公务员们可以等一等吧 期待 尤其是老师们相信也是 很期待有这样一笔 这个开灾节的特别援助金 为什么今天是教师节 对 然后马哈迪今天其实有出席 全国第48届的教师节欢庆仪式 他就鼓励老师要继续这项崇高的工作 真的要感谢老师的辛苦啊 那他在致辞尾声的时候呢 甚至是有点感触了和哽咽的 他希望教师跟政府同在 为国家的未来鞠躬尽瘁 然后也祝马来西亚的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 那今天看到教育部长马志里呢 也是有给老师们一项好消息 他就有宣布教师带学生 出外去学习的保险 将会由政府全数来承担 因为这是教育部其中一项 来减轻教师负担的长期方案 最迟呢会在今年的年尾落实 那同时呢教育部也会考虑提供奖励 给那些有意要去进修硕士啊 或者是博士学位的教师 目前呢还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看到是好消息了 不过接下来这个课题 相信又会引起另一番争议 因为呢 马志里今天说了一番话 他说如果要废除大学预科班的固打制 除非除非土著就业的时候 不会因为不会说华语而被拒绝 这样的情况之后呢 才来谈废除固打制 那马志里有说 大学预科班的设立 其实就是要让家境贫穷的土著 也可以进入大学读书 那政府不是为了要帮助某一个种族 而是协助需要帮助的群体而已 那他说完这句话呢 在他一项活动上面 现场的人是热烈掌声的 说到这个说华语啊 这个现在我今天就要问大家一件事情了 因为有一名律师 他叫做林伟杰 他就有建议华人 就是当你出去聚会啊 或者是你附近在场的时候 有其他的有足同胞的话 那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尽量就不说华语或者方言 以便可以顾及其他有足同胞的感受 那你认为呢 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love 认同这个建议 因为这是尊重 那如果你觉得说 不认同我们的感受如何呢 你可以投选wow 两个选项可以上到我们 988的Facebook上面去投票 同时呢 也可以继续在我们988的Facebook呢 看我们的新闻线的live 与此同时我们下一节回来呢 就会说有关于这个律师说的 就是说华语的这件事情 同时还有就是 沙拉越有一名少女 就是在她自杀前 在Instagram上面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选项 为她定生死 这件事情呢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也在国际间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是 回来告诉你 晚上7点45分 你好 我是冠贤 你好 我是Denise 988新闻线 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 我们真的跟她不断线 因为网络上有一个 很热烈讨论的课题 这是大马律师公会 宪法委员会副主席林伟杰 他就在推特那边说 当其他不懂得中文的 有族同胞在周围的时候 那华人依然用华语 或者是方言来沟通 这个情况很难堪 很无理 还会让其他人感到被排斥 那她的这一番言论呢 获得很多的网民回想和赞同啊 当中也有包括华裔的 这些人他就说 自己也是经常会遇到 同样的情况 而这种行为 确实是没有尊重 跟排斥了有族朋友的 也是有马来网民就留言说 他们确实经常会面对到 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自己会感到尴尬 还有无奈 就只好问 就是其他的华裔同胞说 你们在聊什么 因为感觉自己好像格格不入 像一个外星人一样 而林伟杰看到他自己的推文 获得大家这么热烈的反应 他就有进一步再发文 他就有说 所有的大马华裔呢 他就呼吁 如果有类似的情况 再次发生的话 应该要及时阻止 并且用马来文和英文去交谈 其实不管怎样啦 他这个建议是引起了两极话的反应 有人赞同 也有人反对 他就强调哦 他的建议不是要让华人感到很难堪 只是基于同理心嘛 说出很多有族朋友的感受 也认为说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你就去问一下你身边的 马来朋友他们的想法 保证呢 这些马来朋友他们都有一样 这样子去想哦 对 他就希望说 大家可以有这个同理心 当你说到同理心的时候呢 确实是很重要 最近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 台湾的电视剧叫做 我们与恶的距离 有啊 就非常的红 因为呢 这一部电视剧呢 探讨的就是当一个人被杀之后 或者他 就是整个被杀死过后 这个人的 这个东西到底是社会引发 家庭引发 媒体还是网民杀了他的 所以有玩Instagram朋友 最近知道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 Stories就是已经可以有投票功能 也算一段日子了 可是呢 竟然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在沙拉越谷间 有一名16岁的少女 星期一 他就在他Instagram那边 打出一句话 说 很重要哦 请帮我选择死亡 还是活下去 要网民来定生死 结果呢 这个是比较多人 选择了 死亡那一个部分 几个小时之后 他就真的选择轻生 然后事后 Instagram就调查少女的账户 发现其实 投票在24小时之后 得到的结果 是有更多人 就是88%的人 投下了生存 所以他当下看的时候 是比较多人 选择死亡的 可是后来 是更多人选择 在他离开过后 更多人是选择了生存 可是呢 少女因为已经离开了 他看到的只是那一段时间 所以呢 他其实是没有看到说 那一个之前 之后的那一个 88%的人 是要他生存的 那这一件事情 虽然是发生在马来西亚 可是已经是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关注 英国国会管辖之下的 一个委员会 为了这件事情 是特地有传造了 Instagram的负责人来问话 Instagram的产品负责人 莎阿 他就有形容说 少女的死讯 令他们很震惊和难过 而现在Instagram 也是在检视着 到底投票功能 是不是有符合了 他们的预期 包括接下来也会检测 用户有没有 自残的念头 并且会移除 一些特定的铁文 就想到以前 Facebook啊 他们其实有开始 限制这些用户的 一些发文了 你可以举报 没想到Instagram 也引发这样一个事情 而我国的警方 事后就有说 少女其实患有 忧郁症 案件呢 没有涉及刑事成分 所以列为 突然死亡来处理 不过国会议员 兰卡巴 新突认为说 这起事件不应该 在没有进一步的调查下 就归纳为突然死亡 他认为说 尽管目前没有判断 没有办法判断 少女去寻死的真相 但是他史前做这个 投票活动 竟然有高达69%的追随者 支持他寻死 这个现象是让人很不安的 所以兰卡巴认为说 投死亡的人 可能触犯了 怂恿他人自杀罪 因为如果大部分网民 是合力去阻止 少女自杀的话 他会不会现在还活着呢 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那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也是有说到 根据马来西亚的刑事法典 第305条文 怂恿未满18岁者 自杀是一项罪行 那如果罪成的话 是可被判坐牢 20年还有罚款的 那看到女生 这个女生 她疑似受到网友鼓励 而自杀身亡过后呢 政府接下来 可能也会修改 管制互联网的法律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戈冰心他就有说到 政府将会修改 1998年的通讯 与多媒体法令 是要避免这件事情 从再次发生 同时呢 也会研究 是不是可以提供那些 鼓励少女自杀的网民 所以呢 多媒体委员会 在技术上面 也是会全力去配合 警方调查的 而目前呢 政府是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传照脸书 住马来西亚的代表 因为脸书 其实就是 Instagram的母公司嘛 对 而多媒体委员会呢 也是有提醒大家 网友 如果你在上网啊 或者是你看到 有任何拥有 自杀倾向的铁文 应该要提高 去关注 或者是保持敏感度 直接通知警方 有关人士的家属 或者是朋友 这起事件 发生在沙拉越嘛 那古近的 巴达旺警区主任 就有说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已经关闭了 死者的脸书 和Instagram的账号 不过他强调 少女坠楼 最大的原因 就是死者之前 她面对生活 和家庭压力 感到困惑 所以才选择 走上不归路的 他就是说 根据警方的 这个深入调查 死者在Instagram的 这个发帖内容呢 不是导致 她死亡的原因 不是导致 她去寻死的原因 因为也不应该 被放大成为 一个焦点了 因为死者的母亲有说 其实她在去年 就已经有 这个企图自杀的倾向 然后昨天的 验尸结果也显示 死者的手腕呢 是有发现 胳脉留下的 这个伤疤的 马来西亚精神病协会的 赞助人 李林泰呢 他就说 其实根据2017年 全国健康 还有发病率调查 就显示说 在马来西亚 每5名的青少年呢 就有一个人 会感到情绪低落 其中两个人 会感到焦虑 另外11%的人 会有自杀的意念 10%的人 曾经尝试过自杀 那沙拉越精神保健协会主席 伊斯迈德拉曼 他就说 如果网友可以了解到 这名少女真正的讯息 就是说她有忧郁症 那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他也认为 少女在instagram上面的 这个贴文呢 其实也是她求助的 最后一个方法 不过这名医生 他就相信说 其实社交网站 不是导致少女 结束生命的原因 只是少女去到了一个 没有办法 可以帮她解决问题的地方 去寻求帮助 香港也有精神科医生 对这件事情说 有忧郁症的病人 如果他想寻死的话 一般会出现三大症状 这些我们可能可以听起来 好像行为和平时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他会旷客 情绪不稳定 不出外面吃饭 然后还会交代身后事 也会将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金钱 突然间就交给一个人 那我们是不可以忽视 这些讯号的 那见到忧郁症患者 有质疑生死的抉择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以为 只是恶作剧 贪得意 因为他们对生存 可能没有信心了 所以才会做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如果发现 有这样一个症状的人 你身边有朋友 或者是家人 那就可以尝试 带他们去看医生 或者是适当的陪伴 很重要 或者是可以拨电给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 03-4265-7995 是有免费咨询的 03-4265-7995 去找这个辅导 好 那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 之前不是有说到 有一家医院的女护士长 就突然间离奇失踪 大家都找不到她吗 对 那失踪四天过后呢 被揭发说 她被人家杀害 而且是毕命在她的住家公寓里面 那雪州警方就有说 他们在昨天下午在赛城 就是塞布扎亚的一个单位里面 发现女死者 她是被割喉 然后毕命在血泊里面的 然后她就是40岁的 沙登医院女护士长 西蒂卡丽娜 她被发现的时候呢 衣衫不整 不排除说 她生前曾经遭人性侵 胸部啊 颈向啊 头部啊 肚子都有刀伤 不过这件事情呢 大家就是在想 她失踪了那么多天 怎么到最后是在她住家里面 被发现 却没有人知道呢 是 警方难道不会找到她住家去吗 那中国报读家报道就说 死者是瞒着家人 和一名黑人同居 在命案的这个公寓单位 因为这名女死者 她除了已经结婚 还跟丈夫有三名儿女的 在这个月的9号 她离开森美兰的住家之后 就不再回家 所以家人才去报案 而案发的公寓 是死者自己租下来 死者的家属 相信是不知道这个 她住在这个地方 是死者家属过后就是发现说 她这几天不见了 她又没有回来 所以去报案 可是没有想到说 她其实在外面有一间家 然后呢 所以才会引发这个 好几天找不到她 可是却在她家里面 找到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现在警方也是很记忆 在调查 有一些追捕 那个嫌犯 据说正在潜逃 而且还有 有三个人落网 已经找到了 逮捕了三个人 因为警方根据 那个闭路电视画面 就有发现说女护士失踪过 隔天就有一个黑人 回到他们的单位 逗留了几个小时 过后就自己离开 从此就没有看到 这个女护士再出来了 过后呢 这一个黑人 其实是尼日利亚籍的主嫌犯 而且警方还逮捕了 另外两名 也是外籍的男女 包括了巴基斯坦人 和尼日利亚籍的女子 好 今天呢 现在我问到你哦 律师林伟杰建议华裔 就是说有竹在场的时候呢 不要说华语或者是方言啦 顾及他们的感受嘛 你认为呢 所以这个投票的是怎样 75%的人觉得不认同 那我们的感受如何 那25%的人觉得 认同这建议啊 这是尊重 不过我要说一下 我真实遇过的情况 确实有马来朋友问我 你们可以说一下 我们懂的语言吗 确实是会 确实这个我觉得 有同理心的话 也知道说 会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啊 然后Panda Alvin他就说 这个本来就是 我们的相处方式啊 不应该拿出来讲的 Yup Sochong他说 双方都一样尊重 不是单方面的 是是是 那Raymond就说 还说什么 要跟莫生人翻译一翻吗 OK OK Sochong也说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 种族的国家 那大家都有特定的 要懂得马来文嘛 怎么跑掉 好 过往呢 他就说 这不应该成为一个课题 有必要这样吗 如果要顾及他人感受的话 那么希望说 这位律师 在有族居多的社交网站那边 也可以谈一下非土著 对于种族教育 故打制的感受 Young YK6说 其实他头不认同的 他不认同的是 为什么一直要说 顾及什么民族的感受 一路以来马来西亚人 就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 各种族一起的时候 本来就是多语言沟通的 可是他觉得 经过这个律师提醒 后果好像就突然间尴尬了 以后好像就真的会无言以对 所以他说了一句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Sumana他就说 要看看这个听众会是谁 他说如果我是跟我的 会华语的同事在私聊 那就用自己方便的语言 那坐在一起的 有族同事的话 也不需要对我们 私聊的话题有兴趣的 可是如果是谈着 共同的话题 就会用马来语 或者是英语 他说这个是common sense 就这么简单而已 Daniel就说 他有族朋友都喜欢 他们说华语 都想学 所以每当和他们出去的时候 都会用华文和自己打招呼 就跟马来语朋友 会用华语来打招呼 然后就用马来语回复他们 他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感受 只有马来西亚才有 这样的一个幸福 Desmond说尊重有族 还是有需要这样子做的 然后Y Ken Wong 他说认同这个律师说的 通常呢 我都会用马来文或英文来谈话 来避免误会 哇好多留言啦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去我们988官方脸书那边看一看 不过真的很感谢大家踊跃的留言 我们每一天都同样会有限在握的 你还要念什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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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念什么啦 OK好 谢谢我是冠贤 我是Denise 明天见